兄弟们新年好 随着佛爷哥和格温的双双登场 LPL夏季赛已经开战半载 赛场格局也有了极大的变化 有队伍刚出病房 有队伍还在ICU抢救 还有队伍基本宣告入土 毕竟有的队伍逆的是版本 而有的队伍逆的是天 11.13 一个普通的版本改动 却蕴含了拳头设计师 对这个赛场格局的希望 每年的夏天 拳头都会基于MSI给一个大方向的改动 之后则会基于这个方向进行微调 可以说世界赛版本虽然还远 但雏形已经出现 一旦有队伍摸透版本 往往就能在后面整个夏季赛 甚至世界赛都有不错的表现 去年的冠军大乌龟 就是在夏季赛开始 逐渐摸透版本 从而登定王座 所以本期我袁某人作为版本学家 为带大家聚焦LPL刚刚实装的 11.13版本 探寻版本的答案 通过版本的改动 带大家去理解各支队伍所遇到的困境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英雄联盟自龙魂版本开启后 基本上就定下了比赛的基调 那就是中期 因为游戏中期 你必然要经历一次 拼牌龙团 甚至龙魂团这样的团战节点 你一定要打一部团 快的局甚至27分钟 就得面临远古龙团了 你再想运营 再想拖 也不可能全放吧 而中期就是C位 一件套到三件套前的这个阶段 所以从去年开始 赛场的节奏一直很快 哪怕现在的神话版本 首件神话装的价格大大提高 也只是把节奏慢了个三四分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中期作战能力强的英雄选择 自然是主流 而现在版本的主流 就是以线上半肉半输出的战士为主 法系刺客为服 挺进科学 再将分离者的三巨头战士们 是如今的绝对霸主 在他们两件套时期 又肉又有输出 同时期无论是其他种类英雄 在作战能力上都是完全比不了的 而战士的崛起 就意味着三类英雄的发挥空间 被敌大的压缩 首先是传统法师 过去传统法师打这些战士 思路主要是拖 越后期肯定传统法师越厉害 但关键在前期献权和中期团战的处理 如今能上场打传统法师的战士 耐献能力一个比一个耐皮 就拿盲森来说 W吸血一技能推线 再搭配只需要1100的铁四边 你让需要出1300仪式章节的法师 怎么跟盲森对着推啊 现在开发的这种以血换蓝的战士思路 基本出完第一个过渡装 传统法师就拿不到献权了 恶心的是 这些战士还不好抓 有位移的就不说了 关键过渡装还贼肉 法师的前级伤害根本不够 针对不了 就代表着这些战士 往往能无压力发育到中期 现在主流的战士 大部分都能打野 而且摇摆属性极强 像梦魇盲森这种 甚至还能上中野三度摇 而线上比野区更多的经验和经济 让这些战士的中期强度基本拉满 而传统法师的小身版 跟这些战士一比 跟个洛基似的 人家能出抗性鞋 你发条能出不假鞋吗 何况在之前的11.12版本 就挺进破坏者的存在 让万豪梦魇这种比较笨的战士 都异常灵活 传统法师那点施法距离 根本不够看 可以讲 传统法师在战士崛起后 根本就没条件 撑到自己擅长的后期 以发条为例 在MSI版本 还有六成的BP率 但回到夏季赛的11.11版本 BP率就一路走低 眼瞅着就要归零了 现在中单能出场的法师 都是塞拉斯妖际这类 从一件套开始 就有不俗作战能力 且相当能自保的英雄 没办法呀 你传统法师 第一件神话 第二件大天使 第三件出精神杀爱不够 那再考虑要出个重伤啊 这种杂七杂八的 帽子基本是憋不出来的 没帽子的法师 那还是法师吗 说来传统法师啊 强开型辅助 也遭到了战士崛起的影响 强开型辅助 现在最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线的环境差 环境差在于软腹的崛起 卡尔玛和鲁鲁在下期 在开始逐渐流行 首先他们俩能摇 这个版本热门 没有什么是不能摇的 简直就是摇摇乐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摇摆空间的硬腹 在BP中的顺位 就比以前低多了 而能摇的软腹 对线往往非常折磨硬腹 硬腹在对线期游走的成本 在这个版本是被加剧的 所以这个下期赛 大家其实很少能看到 很漂亮的野腹联动 起节奏 就是这个原因 毕竟对线期不太好过了呀 第二个问题是 皇冠这个装备的流行 在11.8版本 皇冠被小幅度改动 CD的神话被动 无疑更适合软腹 团队加速 是极大的影响了 硬腹开团的难度 所以像牛头这种 靠WQ点控开团的辅助 现在胜率极其惨淡 才25% 而日女这种 开团能手在11.12版本 也只有不到50的胜率 开团硬腹 最后的荣光 只有太坦 她的大招点控 在这个版本依旧吃香 那为什么说战时崛起 压缩了硬腹的空间呢 因为在之前 双C的版本 硬腹是可以通过 自己的抓机会能力 直接控一个C 将局势直接逆转的 毕竟你就两个输出盒 控住秒了一个 那后续团战 自然胜率高了许多 而这个版本 上中也都是 又肉又有输出的英雄 以他们的坦度 再加上 基本人均一个自保技能 往往开到了 也秒不掉 反而自己容易搭进去 所以最近 卡丽斯塔这个技能 保护辅助 又能拿现群的ADC 开始崛起 大家知道 9场拿下15场胜利 84%的胜利 这是绝对超模的成绩 这也侧面印证了 这个版本 硬腹已经不是靠 自己个人能力 来逆转战局的版本了 拿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RNG的鸣 从MSI回来以后 鸣这个选手有很坑吗 好像也没有 但你说有很多高光吗 好像也没有 如果要跟春季赛 那个疯狂carry队伍的鸣相比 大家真的明显感觉到 鸣装的消音 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今在硬腹的偏好上 大家更偏向于 保护的锤石和之前的塔姆 这个赛季 美口刘青松和明 这些以开团著称的辅助 在这个版本的存在感 都大大降低了 可以说 辅助带节奏和carry的上限 在这个版本被压缩了 而最后一个 被战士崛起影响的位置 叫ADC 一句话 卡莎倒了 从春天的火热 然后被设计师一路狂砍 从技能到从刃 全身上下 全是刀疼 春天为什么ADC存在感这么高啊 因为卡莎小炮 全部都是一键套 就能自己带节奏的英雄 基本拿个海妖 就能到处起脸了 但现在 小炮卡莎被削弱 对线的环境变恶劣 下路变成了 EZ 维鲁斯 这样的两件套英雄 这种非暴击流的两件套射手 能C 但只能C一点点 而且这种射手选择 是不能四保一的 而这个版本 面对鳄鱼 芒僧 梦魇 万豪 这种英雄 不会真有ADC感起脸了吧 不会吧 ADC现在多不能C呢 我们截止7月8日 MVP前十排行榜 没有一个ADC选手 春天的四强ADC Viper Gala JK Love 林伟祥 只有林伟祥拿下两次MVP 其余均只有一次 这就是ADC现在的处境 要知道 隔壁LCK 可是连300层的赛纳都赢不了比赛啊 可见ADC的环境有多恶劣了吧 反正观众说不过说 我真的求各位ADC们了 环境再恶劣 你再求稳 也不能像隔壁这样打 知道不 宁可看你们骄傲的冲上去GQ 也不想看到像隔壁那样 折磨70分钟的书啊 你可以折磨粉丝 但不要折磨观众 总之 现在要么是后期大C 金克斯 厄斐流斯 我直接all in到后期反战 要么干脆就选一件 两件套就先能回馈团队的功能性AD 这里大核啊 能够出场 倒是能够归功于战士强度太高 导致了目前垂时的平均半位 已经来到了5.8 因为基本上前三班都给战士或者法刺了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 就知道11.12版本RNG 为什么打得这么差了 战绩如此令人难以接受 RNG赖以成名的是啥 是无脑宝伤吗 不是呀 是野斧联动的宝伤 现在这条腿断了 中路最擅长的传统法师拿出来顶不住 那战士的发挥又普通 Gala自己除开发挥差外 版本也不适合他发挥 其实最难受的是V 因为这个版本打野选择虽然很多 但对于RNG来说 打野的优先级是很高的 可由于Crying的AD英雄表现不佳 这导致RNG最好的选择是 让V拿AD打野来配合Crying的AP中路 可这个版本造性优先级太高 RNG不一定拿得到 在没有造性以后 灰就没有合适的AD打野能用了 狗熊拉夫这种都属于自己发育 跟不上就天然崩的选择 所以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个版本 RNG前期没节奏 中期难打团 后期靠运气 但好在11.12已经过去 11.13已经来零 11.13版本为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 因为除开英雄的改动和装备的调整外 这个版本是对游戏资源进行改动的 这种对于资源的改动会极大的影响 整个赛场的格局 虽然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版本的改动去猜测 设计师希望世界赛会是怎样的版本 可以说一部分S11的版本答案 已经藏在了11.13版本里 11.13版本最重要的改动 就是上下内塔的经济价值激增 之前边线的二塔总有点 十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这导致第二头峡谷先锋价值很低 新版本上下两路的二塔将额外提供250块 单吃就能拿600块 二塔再也不是空有五关 毫无三关的花瓶了 这个加强也意味着队伍需要思考 第二头峡谷先锋应该怎么撞更合理 我们再结合新加入的两件装备 艳恨锁链和破剑者 艳恨锁链主要是针对那些毒肥的大和 而且属性来看基本就是上野的战坛会出 那位置是什么 位置是针对团的大和嘛 而破剑者则是经典单代装 他主要是对标血手这些装备 血手现在基本是战士的第二件标配 出了这件就意味着可以打团了 但如果是单代的话 1v1的情况下 血手的盾基本就是葱油饼的厚度 最后面你选血手就团 选破剑者就单代 设计师不希望血手成为标配装 11.13单代是这个打团版本下 设计师给了另一个出路 虽然短期间我觉得还是走不通的 但起码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有另一个选择方向嘛 结合来看 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单代英雄上场 毕竟现在边线的内塔足足多了500块钱的总经济 所以更多的运营空间出现了 资源分配要重新思考 是ADC带着大家一起吃呢 还是给单线选手去带 我大胆预测 世界赛版本很有可能就是单代的版本 我猜测 接下来设计师继续会对各种团战装备动高 强行把版本往单代上靠 像LNG选了剑机且发育不错 却依旧被RA无限围绕小龙B团的情况 我想未来会得到大大的改善 甚至可能会出现有放小龙来换二塔吃经济的运营出现 11.13值得一提的 还有法师神话的降价 全线折扣200块也算是给几乎被排挤出峡谷的法师们一点喘息的空间 别看只是神话装便宜200块那么简单 这对于前期法师就是多两拨线的钱啊 放进游戏时间来看 法师们买出鞋子与地件神话装的时间 从之前版本的16分钟左右提升到了14分钟 这样法师英雄的强势期能更早到了 再加上破外网与盲生的虚弱 我想像妖姬塞拉斯这样的英雄会有更多的出场空间 而传统法师也会稍微能穿过戏 这里我要提一个英雄 巨魔 要知道巨魔已经很多个版本没有实质性的加强了 而由于神圣分离者最近的强势 加上新版本单单打滑的可行性 许多上单选手都开始练起大棒子了 巨魔的优点是上野的摇摆 而且吃塔皮极快 因为考虑到11.14版本挺进破坏者再次削弱 所以很多战士定位我就不谈了 基本上属于战士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除开万豪地位会下降 梦魇地位会上升外 我觉得都属于可接受范围吧 11.13版本对于很多队伍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机遇 比如RNG 这个版本有了更多运营空间 英雄池上 奥拉夫加强 巨魔能上场 法师的空间 这都是对于RNG当前处境下极大的改善 就如何面对两座内塔的运营空间 我觉得是不同队伍的选择 可能会成为新的机遇 比如德赛回来后的IG 万一研究出一套能够像曾经卡丽斯塔那样 技能对线疯狂压制 又能让选手发挥打团的打法体系 说不定一个版本都冲回巅峰了 版本更新就是一个新转折 而随着11.14版本新英雄的出现 未来的改变仍在继续 而现在的阶段 对于各支队伍都是抢积分的关键期 所以谁先适应版本 谁就能先拔头筹 说白了 留给各队的适应期真不多了 11.13 非常重要 希望各个队伍好好打 为我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我也会在之后的视频 多多给大家带来赛场的解读与分析 并且有精彩比赛时 我也会发动态跟大家交流 也欢迎大家多多和我互动 点赞过一万五 下周必然光速更新 那么我是袁某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